我和霍之行是别人眼里的模范夫妻,我爱了他三年,为他忙前忙后,甚至在他苦恼客户的需求时,不惜辞掉工作,去给客户当保姆,可霍之行也没说,那个客户是他的白月光苏婉。 而我在不知不觉中,当了自己最厌恶的小三,霍之行一个月给我四千块钱,让我去伺候一个陌生的女人的时候,也不是没有怀疑过,质问的结果是霍之行发了一场大火,说他们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,直到我因为落下的购物贷返回客户家,听到了卧室里暧昧的声音,我看着堆在卧室门口的衣服。 头脑一片空白,结婚七年,只要一声咳嗽,我都能认出他是霍之行,但怎么可能呢? 他明明,在电话里跟我说,今天要陪一个客户,我闭了闭眼,静音拨打霍之行的电话,一通不接,再打,房间里苏婉娇称的声音响起,谁呀?怎么不接?那个缠着你的保姆吗? 霍之行恩了一声,他还不死心吗?你把电话拿过来,我跟他说清楚。 霍之行把手机扣住,语气有些不耐烦,不用了,不接就行。短短几个字,犹如针刺在心上,门外,我流着眼泪。 无声地笑了,笑自己太天真,因为或执行一句客户缺保姆,我眼巴巴辞了好不容易应聘上的律师助理,跑去给苏婉当保姆,精心准备三个小时的菜长,也不长,就被倒掉。 拖过两遍的地,还要吹毛球瓷再拖一遍,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苏婉一直针对我,现在我知道了,听着两人调笑,胃里突然一阵恶心。 我以为自己会忍不住冲进去质问,但我没有,我只是安静地躲在门后,用手机录下了房间里的场景。 和霍之行的第一次见面,是在雨夜,母亲公司的财务出了漏洞。 她被苏氏集团的人告上法庭,我使出浑身解数,也没能保下母亲。 她被判了十五年,一夜之内,我负债千万,讨债的人追到律师事务所,死对头还趁机下圈套,吊销了我的律师资格证,让我在律师界除名。 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天,我无助地走在桥上,雨突然下起来,越来越大,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我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,就当我要翻过栏杆时,突然一把伞撑在头上,使货之行,她什么也没问,好像知道我要干什么。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,回家吧。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她,第二天就化了妆,跑去她的公司面试,从小职员,再到秘书。 一开始,我只是想对货之行说声谢谢,毕竟如果不是她,或许我就没有以后,但慢慢地,我感觉自己喜欢上货之行了。 公司总有人在闲言碎语,认为我看上了总裁的钱,我揽着她的脖子,语气里是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撒娇。 霍总,我看上你的钱了,我要一千万,你给不给我花? 货之行闷闷地笑了声,给,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 她知道我在开玩笑,但还是帮我还了债,而现在,一个月四千块,就能让我低头做保姆。 仔细想想,大概她早就变了心,路过垃圾桶,我提着购物带得手紧了又紧,到底没舍得扔。 里面的衣服,本来要当作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送给货之行,没想到先一步到来的不是惊喜,而是惊吓。 第二天一早,我就到了买这件衣服的专柜,把购物带递给售货员准备退款。 哟,这不是林妙吗? 怎么,发现撑面子没钱花了,所以悄悄来着退货。 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。 是苏婉,昨天我来买衣服的时候,正好遇到被她奚落一番,没想到又碰到她。 和货之行,要是以往,我可能还会卑微一番,毕竟做律师的时候,不说灰土如金,也不至于连件衣服也买不起。 但现在,我直接无视苏婉的嘲讽,只是旁边的货之行说,是啊,本来要作为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送给某人。 现在想想,她应该不需要了。 霍之行皱起眉头,林妙,你又在闹什么脾气? 都说了,昨天我去陪客户,客户。 我吃笑一声,彻底没了辩驳的念头。 转身就要走,霍之行上前,一步拉住我。 我扭头,霍先生,您的小情人还在旁边看着呢? 我们俩这么拉拉扯扯不太好吧? 霍之行脸色一变,我看清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慌张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父亲总是说,我太吹毛求疵,眼里容不得沙子。 可是感情上,我为了霍之行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步,现在他出轨了,便没有留恋的必要。 我迅速整理行李搬了家,又草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,一切准备好,却联系不上霍之行,只能跑到他公司,刚进大门,居然在前台又看见了苏婉。 他手放在桌上。 红色的宝石戒指被纤细如玉的手指衬托得很是耀眼,我一眼就认出那是霍之行给我看过的样图,当时我满心欢喜,猜想这是他为结婚纪念日准备的惊喜。 看来是我多情了,不再多想,我对前台说,麻烦联系下你们霍总,叫他下来。 前台打量了我一下,刚要开口,苏婉说,我还说这是谁呢? 昨天被冷落,现在又赶紧跑过来巴戒霍总吗? 我并不想理他,在前台得到了霍总在开会的回答,走向一旁的接待区,苏婉跟上来关注门,我忍不住皱眉。 苏小姐有什么事? 知行已经向我求婚了,他展示了一下手上的戒指,脸色得意,区区一个保姆,你最好识相点,别去缠着他。 我笑了,说,谁稀罕不要的东西? 况且,要不是因为霍之行,我怎么会去当保姆? 以前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 苏婉气急了,指着我,你,他说不过我,连忙转了个话。 林大律师,你怕是不知道,当初你母亲坐牢,是霍之行为了我做的。 你还不知道吧? 当年霍之行为了哄我,帮我家公司把你母亲弄进牢。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婉,手上悄悄打开录音,她得意洋洋,她和你结婚,不过是为了你母亲留下的财产。 连你律师证被吊销,也是她连同你死对头搞的鬼。 现在你爱上了仇人,真是好笑。 我站在原地,缓缓思考她的话,苏氏集团,苏婉,难怪她这么针对我。 还有霍之行,原来我们的相遇不是巧合,她还对我母亲的遭遇装不知情。 这时霍之行突然进门,苏婉上前搂住她。 霍之行,你放我那的戒指我戴上了,好看不好看。 霍之行看到我并没有回答。 贴开苏婉的手走过来,林妙,昨天的事是误会,知行。 苏婉生气,你像一个保姆解释什么? 我努力让自己声音不那么颤抖。 霍之行,你告诉我,我父亲坐牢这件事,是不是你干的? 霍之行沉默了,苏婉在旁边添油加醋,林妙,这你信了吧? 你不过是我们之间的小丑。 我红了眼,霍之行,你说呀。 我要你亲自说。 霍之行,是我做的,但是林妙你听我说,我抹掉眼泪,拿出离婚协议书。 霍之行,我们离婚吧。 说出这句话,我感觉自己也松了一口气。 好像终于放下这段感情,霍之行却不同意,我冷冷道,外面都养了人,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脸不同意。 和我离婚,你是要去找你那个学长吗? 你是不是背着我,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眼光? 你自己出轨,不代表别人也是。 学长对于我来说,只是毕业多年后又遇到的熟人,霍之行这样猜测,让人很生气,霍之行愣住,似乎没想到我如此牙尖嘴利。 我继续,离婚这件事没有余地,离婚后,你要补偿你名下所有的财产。 苏婚突然尖叫,离婚,你想钱想疯了吧? 知行凭什么给你全部财产? 我和他在一起七年,要不是我出国了,哪里轮得到你? 我脑子卡了一下,反应过来笑了,好,很好。 霍之行你有够不要脸的。 跟别的女的在一块还跟我领结婚证? 你分明知道,我最讨厌小三。 母亲就是因为小三闹得家破人亡,一个人把我拉扯大,她是一个女强人,白手起家创立公司,一步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 我曾经说要还她一个公道。 自己却被仇人玩弄得团团转,狠狠把离婚协议书砸到她脸上。 我,签字吧,我可不想闹到法庭,人尽皆知。 苏婉听了还想骂,霍之行一把把她拽在身后,对着我一字一句,不容置会,离妙,不可能。 离婚不可能,分财产也不可能。 我当律师那几年,没少遇到过婚姻纠纷,我很明白,她只不过是自尊心作祟,所以才不同意。 我把手上的录音关掉,只给她留下一句话,你要是不同意,那就法庭上见。 准备好相关材料后,我就提起上诉,苏婉知道了,打来电话,离妙,我们谈谈。 没什么好谈的。 我按下挂断鉴,苏婉又不死心发来消息,难道你不想知道你母亲坐牢的真正内幕吗? 地点定在咖啡店,我去的时候,她已经到了,还没等我落座,她就自顾自说起来,我和知行从高中时候就认识了,我们感情很好,还见过父母,如果不是因为我出国深造,我们早就结婚了,也就是那段时间才,你这是什么意思? 告诉我,你们青梅竹马,门当户对。 我林妙没有那么见,去见别人不要的男人,难道就因为一个渣男自身的缘故,我的感情就要被见他。 苏婉挑衅,林妙,你还不够见吗? 一口一个渣男,区区律师却为了渣男,甘愿低声下气,当我的保姆。 我脸上火辣辣的,忍不住把水泼在他身上,律师是我最爱的职业,可我没能为母亲辩护成功,也没能守住这份职业,以前那是我眼瞎。 我承认了,爱上霍之行是我一辈子的污点。 本来你提到母亲进牢的内幕我才勉为其难,来这里听听你到底知道什么,现在看来你什么也不知道。 忘了告诉你,我已经申请恢复了律师资格证。 在法庭上,我要亲自揭露你们的罪行。 我拿起包转身,正好和霍之行对视上,他快步走到苏婉面前,给他披上衣服后对我说, 林妙,没想到你是这么恶毒的女人。 苏婉在一旁挑衅地笑着,我喝了一声,原来这就是苏婉找我的目的。 结婚后,霍之行要求我当家庭主妇,钱给的也越来越少。 我在当保姆后,他频繁夜不归宿,直到我私底下调查他后,还发了一场大火。 我赌气半个月,没去苏婉家当保姆,后来霍之行来找我。 第一句话不是道歉,而是要我回去做牛做马,理由很可笑,苏婉是个大客户。 他生气了,我忍不住红了眼眶,但因为他承诺的一场蜜月,又坚持了半个月,最爱的人,也是最卑微的。 可我现在不爱了,我使劲把包扔在霍之行脸上,狠狠出了一口气,论恶毒,你才是最恶毒的那个人。 霍之行脸颊瞬间出现红印,似乎没想到我会大发脾气。 他愣在那里,让妻子当保姆去照顾小三,天底下也就你这一个脑子冒水的王八蛋能想出来。 苏婉感受到周围如针刺般的目光,顿时慌了神,你,你才是小三。 我扇了他一巴掌。 霍之行瞒着我和你去外面偷情,我和他在一个结婚证上。 你说,你不是小三谁是? 就给我一个月四千块钱去照顾你这个小三,你也就值这么多钱了。 霍之行挡在苏婉面前,咬牙切齿看着我。 林妙,你非要在咖啡馆闹大事情吗? 你知道我的手段,现在给苏婉道歉还来得及,我林妙没有错。 要我道歉? 不可能。 我扬起头,你不过仗着一点烂钱为所欲为,打压我家公司也是靠得下三滥的手段而已。 你以为我不敢揭露你的真面目吗? 你? 霍之行怒了,扬起胳膊就要打人,我顶着他的目光一动不动。 霍之行,你现在要为一个女人打我。 我一直以为,我们会平平淡淡过下去,而不是闹得那么难看,他听到这句话一愣,似乎泄了气,缓缓放下胳膊。 我去监狱找了母亲,一年没见,他似乎憔悴许多,可他隔着玻璃,半点没有提自己在牢中的不是,而是一直在关心我。 妙妙,你瘦了,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?想到和霍之行的孽缘,我孽如了一下,还是忍不住哭出来。 妈,对不起,您受苦了,很快您就能出来了。 我找到了他们冤枉您的证据,也恢复了律师资格证,这次我一定会赢。 因为是在探监,我并没有说得很详细,但我知道母亲会无条件相信我。 回到家,院子里一大堆记者扑上来,林妙女士,听说你和霍总离婚是因为你有了新欢。 林女士,听说你在咖啡馆大闹,我被围成圈的记者吓了一跳,瞬间反应过来这是对方的手段了。 我被伸出来的话筒对到脸,憋屈得不行,放屁。 你们都听好了,是霍之行出的鬼。 老娘清清白白,记者被我这一嗓子吼猛了,但立刻又围上来,突然一件衣服把我罩住。 还带着一股清新的气味,隔着衣服,我听见他说,都让开。 我是警察。 你们现在违反了私闯民宅法,一双温暖地守护着我到了家里,是学长,没事吧? 我被他关心的神情看得不好意思,别过头,没事,你怎么来这里了? 你在监狱落下东西,我正好认识你,就自告奋勇过来了。 说着他把包递给我,我脸色一白,连忙翻看里面调查的资料,幸好没丢,谢谢。 看他不好意思的样子,我开口道,我请你吃饭吧。 街口有一家新开的餐厅。 听说口碑很好,我们进去之后,发现装修氛围也很好,就是,有些暧昧,原来这是一家情侣餐厅,学长似乎也发现了这个事实,低下头自顾自看桌子,但还是能看到他耳朵很红,要不我们换家餐厅。 我看到学长疑似害羞的样子,在心底暗笑,没事,就这家。 我撑着脸笑,突然有种被人窥视的感觉,扭头一看,是货之行,他在和另一个女人吃饭,但此刻死死盯着这里,手中的叉子握得很紧,真是冤家路窄,我不想被讨厌的人影响心情,便装作没看见,继续享受美食。 一声刀叉重重相撞的声音响起,转眼间,货之行到了我面前,不容智慧地把我拉到角落,我吃痛叫了一声,货之行,你发什么疯? 他按着我的手腕抵到墙边,你还说和你那个学长之间没什么?我也没否认,我们都要离婚了,货总手管得真宽。 还没说货总,几日不见,就有了新欢。货之行脸色变了又变,我那是为了应付媒体,还没说完,他就被追上来的学长揍了一拳,直击要害,晕倒在地,我朝学长竖了个大拇指。 漂亮!我早早就到了法院,这是我付出的第一件案子,也是为我母亲翻供的机会,虽然很有把握,也免不了一通紧张,学长在下面旁听,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笑容,此时货之行的律师也走到被告席,居然是死对头。 心愁家旧恨,我深吸一口气才平静下来,他看到我很诧异,应该没想到我会作为律师和原告站在这里,很快审判长进来敲响法锤,宣布暗游,原告方林妙控告被告方或执行以结婚为名义,对其进行诈骗,同时还婚内出轨,对原告方实施家庭暴力,以上是否属实? 林妙,货之行满眼不可思议,开口辩驳,你在胡编乱造什么?死对头赶忙捂住他的嘴,但还是晚了,被审判长警告一番,我开始细数诉讼请求,一,被告方或执行和苏婉商量好,通过结婚继承我的财产,二,我方和被告方在维持夫妻关系的期间内,被告方在外出轨, 三,在明确提出离婚条件后,被告方在公众场合不顾我方意见进行威胁,死对头听完后不屑一顾,一一进行驳回,手底下就是证据,叹了口气, 我又又问,货之行,你确定不反悔吗?我给你一个和平解决的机会,虽然知道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,我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,然而让我意外的是,货之行犹豫了一下,我可以分你一半的财产,然后离婚。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,一半的财产或许会让他心疼一阵可起不到让他后悔的作用,于是我摇了摇头,很可惜,我不仅要让你身无分文,还要让你身败名裂。 我将一些录音的证据交给审判长,声音刚放出来,大家就一副瞪大眼睛的表情。 没错,这是第一次苏婉为了炫耀对我揭露的真相。 显然货之行没有预料到苏婉这个猪队友给他造成了多大的损失,这只是个试菜,还没有完,紧接着咖啡店事件的录音,找记者散播谣言的证据, 餐厅争吵的录像,都被一一放出,此时大厅内沉默一片,或执行阴狠地瞪着我,但还有一段影片没有放,那就是我在苏婉家当保姆时抓奸的录像。 一开始的画面黑乎乎的,只有莫名的嘻嘻苏苏的声音,突然传来一声低音,吓得审判长按了暂停,我似笑非笑,继续啊。 镜头一晃,照到了床上赤裸交缠的两人。 俨然是货之行和苏婉,法院一阵喧嚣,众人都惊呆了,没想到来旁听还能吃到这种大瓜,安静。 审判长示意,唯有苏婉脸杖的通红,一只手指着我上下颤抖,此时无声胜有声,或执行脸色黑如锅背,还是忍着不作声。 我知道他和这里的某个人串通好了,但他肯定没想到铁证如山,而且我还要求了庭审直播。 想必现在的头条都是他婚内出轨的事了,不过这还没完,审判长准备休停。 我,慢着。 我转头又盯着死对头,只把他盯出一身冷汗。 我还要告方格接受贿赂做假证。 死对头,也就是方格面上紧张了一瞬,又很快镇静下来,林律师,这种污蔑可是要尽劳的。 看来他很自信把所有的证据都销毁了,我回了一个轻蔑的笑容,一如他在上次庭审对待我一样,还得多亏了学长,把这些证据复原了。 还找到了证人,证据摆在眼前,方格面如死灰,直到休停了还一直喃喃自语,不可能,我明明处理得很干净,尘埃落定,眼泪不禁落下。 母亲,我做到了,突然耳边传来嘶吼。 林妙你个贱人,去死吧。 是苏婉,私密照被爆出,也难怪这么恨我,她手上拿着不知道藏在哪里的匕首,避开了法警的束缚,直冲我来。 躲不开了,我紧闭双眼,但预想中的疼痛感并没有传来。 一睁开眼,看到了学长的腹部在流血,我脸色一白,赶紧拨打救护车,此刻法警冲到苏婉身边按住了她,指尖还因为劫后余声而颤抖。 我直接上前打了苏婉一巴掌,你才是贱人,现在你的裸照不仅报在了法庭。 还传到了全国,就算你出了狱,也会一辈子受人指指点点。 心情大起大落,我眼前一黑,也晕了过去。 睁开眼,我闻到了医院的消毒水位,一扭头,看到了旁边的学长,护士告诉我,幸好他皮糙肉厚,没有被捅到要害。 我松了一口气,还好没欠下大人情,虽然学长对我很好,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段感情,经过一段并不幸福的婚姻。 我暂时没有进入新一段恋情的想法,简单收拾了下,我就去监狱接母亲,可能是很久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,母亲一出来,也不禁湿润了双眼。 我紧紧抱住她,声音满是心酸和愧疚,您受苦了,一阵煽情过后,有个狱警来找我,说霍之行想见我,我同意了,不是还于情未了,而是见面嘲讽更为致命。 许久不见,霍之行胡子拉扎,衣服上都是皱纹,看来她在牢里受到了应有的折磨,不枉我特意对她的育友交代一番。 我坐在霍之行面前,用陌生人的眼光打量着她,被我打量得有些不自在,她开口,语气里是浓浓的疲惫,离妙,那件事,你母亲坐牢那件事,怨我,但当时我并不愿意插手这件事,而且看到你在桥上, 想跳河的时候,我很愧疚,后面我发现自己慢慢爱上了你,看来你找我,只是为了说些废话,我不耐烦白手,母亲坐牢那件事,我不愿你了。 她眼睛亮了一瞬,我继续说,不愿你,不代表原谅你,而且我母亲都出狱了,现在罪魁祸首坐在牢里,真是大快人心。 你还不知道,你在里面被欺负是我打点的吧?忘了告诉你,你的公司风平被害,股市大跌,现在濒临破产。 我笑了笑,我走了,你就在牢里好好享受下半辈子吧。 她忍不住站起身辩驳,这怎么会是废话?这是我的真心。 够了,你这份真心,真不值钱。我冷冷看着她,你维护苏婉的时候,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?以前我真是傻到极点,才会看上你。 现在我释然了,我喜欢的,不过是伪装好的你。我们之间,再无可能。 伴上,身后转来低微的声音,林妙,对不起。我顿了顿,还是没有回头,曾经我等一个道歉,等了很久很久,从因为公司有事,没有大办的婚礼,从一而再再而三失约的蜜月。 从婉归多次没有解释的夜里,人总是要失去了,才会悔过,让她永远愧疚,不过是最低的惩罚。 走出监狱,我看到本该躺在医院的学长,出现在眼前,他站在精心布置好的心形蜡烛里,笑眼盈盈地看着我,周围人围成一圈,看到他拿着花束递给我,纷纷起哄,被一群陌生的视线包围。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,虽然对学长有好感,我并没有准备立刻答应他,人总是善变的,谁知道他会不会是下一个祸之行,但学长似乎看出我所想,温柔地笑了,林妙,我没有打算为难你,我只是想作为朋友,庆祝你赢得付出官司的胜利。 周围人听到我们的对话,唏嘘着散开,我瞟了眼地上摆得明晃晃的爱心也笑了,捶了他一拳,谁信你呢? 思,学长突然吃痛,捂住腹部,我看到他衬衫隐隐透出的红色吓了一跳,连忙道歉,看你一声不吭,出院给忘了。 你这家伙怎么流着血就跑出来了?真是乱来。学长挠挠头,小问题都缝上针了,最后,我勒令学长回去乖乖躺着,回到家,我打开社交账号,果不其然,庭审直播爆火了,我成了网友口中一炮而红的律师。 注册了个账号,开始了业余解答直播,偶尔也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,比如,在野外探险饿得要死,捕猎大熊猫,吃算犯法吗? 还有,如果我娶了我朋友的妻子的哥哥的孙女,那我朋友应该叫我什么? 再有,我因为不确定一个视频算不算涉及颜色转发到超过一百人的群里,这算聚众传播淫秽物品吗? 我一一解答,直到有个弹幕问,林律师,请问你对最近的苏氏千金跳楼仪式怎么看? 苏氏千金,那不就是苏婉吗? 苏氏集团早已一主,苏婉从牢里出来后,因为受不了流言蜚语而跳楼,我嘴角微不可见地上扬一度,语句里挑不出任何毛病,听说苏氏千金跳楼,我深表遗憾,对于这起案件,矛盾点在于开发商对于事故的后续处理。 说完后,下一个问题是,方律师开车把钱或总撞成职务人会导致什么样的处罚? 我把手握成拳头抵在嘴角,努力让网友看不到自己的笑容,得知两件新闻后,我终于有了大仇得报的感觉,恶意伤人致人昏迷,这种犯罪是很严重的。 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,突然蹦出来一个烟花特效,有粉丝给我打赏了,这名ID为妙妙的粉丝问我,林律师,你和学长什么时候在一起啊? 这些年,学长时不时出现在我的直播镜头里客串一下,粉丝们从一开始的惊讶慢慢变成祝福,也跟着我叫他学长,看到这个问题,我反思了一下自己,是不是让学长久等了? 于是我不再扭捏,大手一挥,放心吧,你们学长回来了我就向他求婚。 话音刚落,学长在后面悠悠发问,真的吗?